随着智能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行业更加科技化、便利化 无人模式的消费体验也逐渐融入居民的生活中 日前,福州首家无人书房、熬分智慧阳光书房正式亮相 10月8日,记者到此实地采访 刷脸经电、自助购书、智能支付 位于福州市古楼区闹市的这家无人智慧书房 带给读者全新的阅读和购物体验 记者看到,读者进店前需扫描门口的二维码完成注册 通过验证,同时接受体温检测后才能刷脸进入 走进期间,扑面而来的便是浓浓的文艺气息 高大的原木书架上陈列着各式各样的书籍 休闲桌椅、精美装饰以及各类绿植 让这个黑科技满满的书房充满了颜值和艺术感 都希望说书店开成这样的模式 然后吸引更多的孩子 在这边他们能够写作业 然后能够,我们顺便大人也可以看看书吧 培养一个孩子的一个阅读习惯 然后更有一个喜欢读书的这种氛围在这里 记者注意到,书房将传统液态与全新数字技术相融合 采用智能化构书模式,为读者打造数字化阅读场景 其中一面互动屏吸引了记者的注意 当读者靠近互动屏时 系统会自动识别其性别、年龄等进行智能化图书推荐 此外,书房内的瀑布屏也滚动推荐着各类好书 新亮相的这个无人智慧书房也吸引了不少顾客前来阅读体验和购书 选上一本心仪的图书后,结账也十分简单便捷 记者看到,顾客只需将选好的图书放到自助结账机上 系统就会自动识别并同步算出其购买的图书数量和金额 顾客计额核对屏幕上显示的信息 选择支付方式即可完成支付 书房的出口处还设有房道设施 一旦有人交为支付的图书带至检测区 系统就会自动报警 同时临时关闭书房出口 记者来解到,目前书房内共有 900多种,总计3000余册图书 包含有文化名人、博物系列、政治与社会、工具书等类别 之后还会陆续更新,添加不同书籍 以满足读者多元化的阅读需求 现在里面提供的基本上都是一些成人类的一些读物 包括一些福建的文化名人类 或者是一些人文社科类的一些东西 还是偏向于社会性 包括一些博物,还有一些历史类的书籍 能够让各界的读者能够自由地出入这么一个阅读的环境 给大家提供一个良好的阅读场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